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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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书记载 郭守靖是古代行舟郭存人 行舟就是今天的邢台式 十三世纪初的中国风烟四起天下大乱 宋京 蒙古 大理 西夏等封建歌剧势力为争夺统治权血与新风征战连年 宋朝统治者在北方京人的多年武力南清之下将半壁江山拱手相让与京人完颜世家族 小颜未落 马背上的蒙古人又瞄准了这块富饶之地 于京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血腥争夺 行舟成为金盟军队数度拉锯战的生死之地 土地荒芜 盗贼横行 生灵涂炭 据史书记载 在战乱之前行舟有人口十万户 战后仅剩万一户 战争创伤之身重由此可见 公元1231年 郭守靖诞生于灾变之中的行舟郭村 幼年的郭守靖受教于祖父 祖父郭荣 学识渊博 通武经 小算术 经水利 因其争才实学 在行舟威望颇高 郭守靖自幼聪明好学 才思过人 这是古代济世仪器 莲花漏 十五六岁的郭守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得到一幅莲花漏的石踏本 莲花漏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受水壶中水平面的高度变化 使浮标箭头在匀速上升中指示刻度 从而达到计时的目的 它的结构比较复杂 只凭一张图了解其中的结构原理绝非易事 然而少年郭守靖凭着他的知识和聪慧 竟很快弄清楚了其中原理 并仿制成功 不久郭守靖又在一本古书中见到一幅《积横图》 这就是著名的古代天文仪器《魂天仪》 他认真思考其中的工作原理 找来竹面 照图仿制 做成一个模型 基土围台置于其上 观测天上的星宿变化 太行山的巍峨之气 养育了邢台人的情操和智慧 有一个对郭守靖的一生起了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就是元朝的开国重臣刘炳忠 他通晓天文地理 百科杂树 学间如世道 战乱时期 出家为僧 百年战乱行舟为甚 面对人间苦难 已经绝尘出家的刘炳忠 应命顺便 成为元氏族忽必烈 志元王朝的太保 参领中书省 他以博大的中原文化 影响蒙古族统治者 参帷幄之密谋 并设计之大计 此时乱世中的刘炳忠由忽必烈幕府回故乡登丧 为了招揽人才在紫荆山讲学 祖父为了让郭守靖进一步深造 送他离家求学到百里之遥的行西紫荆山 师从于行舟名人刘炳忠 在那里郭守靖喊结识了张文谦 张义 王巡 张文谦 历任元朝的中书左城 书密副史 招文管大学室 张义 历任元朝的中书右城 书密副史 王巡 官至太史令 与郭守靖一起主持寿实力的修订 是元代杰出的数学家 天文学家 紫荆山求学是郭守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经历 由于在治国和科技方面的成就 刘炳忠师生五人被后世的史学界称为紫荆山舞节 他们为元朝的大一统和社会的安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守靖不仅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高级知识分子 而且是一位勤艺实跃 开拓创新 学艺致用的实干家 当时形态城北有三条小河 辽水 达火泉 野湖泉 因为常年战争 河道失修 经常泛滥成灾 1251年 年仅二十岁的国守靖为了造福乡里带领四百名民工挖河筑堤 仅用四十多天时间就是三条河水割顺其道 国守靖在这里及治理的水货还直建民工挖出了埋没多年的桥基 并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新石桥 兴台治水是国守靖展示水利才华的第一篇杰作 在当时影响很大 军末原初的大文学家袁浩问 为此专门撰写了《兴州新石桥记》 技术了郭守靖兴台治水的工地 公元1251年 郭守靖展露头角 治理家乡水患 使三条河流各有归宿 既便利了南北交通 还可灌溉城东的大片农田 原上都 忽必烈的大本营 政治军事中心 是蒙古族统治者早期的都城所在地 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正南起境内 公元1242年 郭守靖的老师刘炳忠 被举荐到忽必烈身边做谋臣 以后他陆续将自己的好友 学生 张文谦 王寻 张毅 也引荐上去 同为忽必烈仗前的谋臣 公元1262年 张文谦将席之水利 巧思绝人的郭守靖 推荐建给原始祖忽 忽必烈 忽必烈在上都变店召见了郭守靖 郭守靖向原始祖忽必烈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建议 除了第一项是解决中都的草运问题外 其余都是有关华北平原 新修水利 灌溉农田的 这对原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至关重要 引起了忽必烈的极大兴趣 忽必烈听完郭守靖的规划 感慨地对左右官员说 像他这样才是真正干事的人 不是白白样子吃闲饭的 当即任命郭守靖为提举诸禄河渠 主管各路水利工作 从此郭守靖步入仕途 开始了他为国际名声操劳的一生 在中国西北地区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地方 它就是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在地 宁夏平原 公元十一世纪 党相族首领李元昊 在这里建立了鼎盛一时的西夏王国 创建了辉煌的西夏王化 创建了辉煌的西夏王化 雄居首领李元昊 租一方二百余年 一二二七年 成吉思汗在扩张领地的战争中 灭掉了西夏 由于连年征战 河道淤塞 诋毁霸坏 西夏的农业生产 遭到严重的破坏 公元一二六四年 郭首尽受忽必烈的委派 随中书佐承 张文谦前往西夏 负责和渠的修复工作 中文谦前往西夏 深知战争之苦的郭首尽 深知战争之苦的郭首尽 经过实地考察力排众议 驳斥了旧渠一会 需重开新渠的主张 提出了殷旧谋新 更立闸燕 这个又快又省的治水方案 顺利民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快速修复了 长达四百余里的唐来渠 和两百五十余里的汉岩渠 以及正渠十条 大小枝渠六十八条 万余寝农田及时得到灌溉 使这里恢复了塞外江南的景象 和平安宁的西夏 从此更名为宁夏 望着滚滚道书 知恩报德的当地百姓 非常感激郭首尽 他们在唐来取守 为郭首尽修建了一座生辞 并立碑以计其事 这是封建时代最高的荣誉 从郭首尽这个喜下知识以后 宁夏的这个税率是得到了回复 原朝在这屯田也具体了很大的成功 从这以后就有了天下皇后 赴宁夏之术 常来去 这是宁夏印皇关区 规模最大的一条渠道 它现在这个渠口的金税量 一百二十个地方里面 实际的关堤一百二十万户 这个渠道跨越六个县丝 全长二百一勺公里 印皇关区的人民把它逼于为 塞上入关 这就是汉原区的真实金税渣 郭首尽那个时候 他搞这个耿里扎岩 就是 位置就是这个地方 那原来是没有的 没有扎 他来了以后 搞这个母子扎 这样子是渠道的金税 就有控制 这就是郭首尽党员正修的 他走正渠时 总的两条 一个叫秦渠 一个叫汉渠 以前这两个渠 夹起来关堤是二十多万户 现在的 两个渠关堤是五十多万户 在西夏治水期间 郭首尽曾速流而上 探寻黄河的源头 这不仅是一次科学考察 更是生命的历练 太行山给予了他生命 黄河水完成了他事业的第一次洗礼 公元一二七一年 由于郭首尽治水功绩卓著 被提升为都水舰 这是负责全国水利工程的最高官职 公元一二七一年 忽必烈迁都大都 国号大元 大都即今天的首都北京 公元一二七六年 腐败的南宋王朝覆灭 元朝统一全国 此时原帝国的版图横跨亚欧两大洲 古元一三年 其他人的词 在大都城建都后 这里官府邻立 商不云集 作为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它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资 仅粮食一项每年就得几百万单 为了解决江南草粮向大都的运输问题 元朝政府在积极发展海运的同时 还按照郭守进的规划 开通了南北大运河山东至大都通州段航线 是维系元朝统治的粮副 可以源源不断水运到大都东边的通州 但是通州至大都城内还有五十余里 靠的是陆路运输 这不仅消耗很大 而且每逢雨雪 道路迷命难行 牲畜死山无树 公元1291年 郭守进向忽必烈提出 开瓦大都至通州运河工程的宏伟规划 忽必烈对此工程非常重视 第二年即立项开工 公元1292年 年玉花甲的郭守进重返都水建 主持开瓦了大都通汇河 郭守进对大都周围环境进行了详细考察 最后选定大都西北 昌平神山脚下 白浮 翼姆等多处泉水 作为运河水源 为使这些水源顺利引进大都城 郭守进设计开凿了一条长64里的河渠 在河渠东岸修筑了一条大堤 称白浮雁 先引水西去 直逼西山山路 再斜引向东南 在保持河道坡度下降的趋势下 使引水路线大致沿着50米等高线 平稳流入瓮山坡 就是今天的一和园昆明湖 汇入瓮山坡的水 通过溪水门流入大都城 环汇积水潭 在东折而南 出南水门注入旧运粮河 在新开挖的运粮河上 每10里设一闸 共设24闸 以控制运河水量 成功地解决了大落差下 水流控制的难题 郭守进在运河开挖过程中 创造了解水行舟法 现在是一艘从上游开来的船 船进船闸后关闭后闸 在开启前闸徐徐放水 待水位与滴水位相平时 船再开出 反之亦然 此法解决了高落差航道中的行船问题 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创举 精通运河从昌平白浮泉至通州高丽庄 全长164.5里 忽必烈自上都返大都 途经运河终点码头积水潭时 见竹炉碧水盛况空前十分高兴 欣然赐名通汇河 并奖励郭守静 一万两千五百罐钱超 任命郭守静 以旧职兼任 提吊通汇河曹运士 在长期的大地测量中 郭守静就以海平面为基准平面 比较相距千里的大都和便凉两地的地形高低 这是世界地理学和测量学中 海拔概念的最早运用 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提出的 平均海平面概念早五百六十余年 金航运河的完成 是完成于郭守静之手 所以说金航运河的剃造者之一就是郭守静 金航运河的开通呢 就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做了历史上的化时代的贡献 元朝定大都作为首都以后呢 就是城市的供水呢 就发生了大问题 北京呢是一个缺水的地方 因为北部呢一直比较干旱 没有河流呢从城市走过 所以水源呢都是人工的 郭守静在刚到北京的三十几岁就提出了 大都治水的建议 一直到62岁完成了金航运河 也就是说前后跨渡三十多年 现在说起了北京的水利的鼻祖的话 还是属郭守静 当年郭守静这两条饮水 垫进了大都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 保证了它的经济的发展 对明清 以至现在的水利都产生很大影响 北京的供水的格局影响到现在 大地回春 万物生发 中国的统一带来了经济的发展 我国自古以农业为本 农事与立法密切相关 因此历代对修订立法都非常重视 新立法的颁布是封建帝王权力的象征 也是关乎农业生产的大事 早在尧顺时期 人们就已经开始观测日月五星 划分年月 此后先后制定出了七十多部立法 公元1276年 原始祖忽必烈下令修改立法 以代替出现多次疏漏的 今代重修的立法大名利 这一次他要面对的是茫茫天穷 紫草山的朴素学风 指引他走唯物求实的道路 郭守静不逆鼓 不为上不信邪 焚毁大批阴阳尾书 肃清自古流传下来的精卦符说 主张立之本在于测验 而测验之气 莫先仪表 这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智力思想 把立法修订工作 引向了科学的轨道 在公元1276年至1279年这三年间 郭守静先后研制出 十多种天文仪器 这些天文仪器 真于精妙 着剑绝石 盖由古人所谓吉者 简仪是郭守静 在我国传统观天仪器 魂移的基础上改革创新 研制出的一件天文仪器 通高三米 底座长3.96米 宽2.4米 上部为赤道装置 由四油环和重叠在一起的 赤道环 百克环组成 下部为地平装置 有固定的地平环 和能直立旋转的 利运环组成 可同时观测天体的赤道坐标 和地平坐标 郭守静把简仪上的窥管 改为窥横 并在百克环和赤道环中间 放置了四粒圆柱形短铜棒 使两环间滑动摩擦 变为滚动摩擦 大大减少了阻力 在世界上首先发明 并运用了滚筑轴承 这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 达芬奇设计的滚筒轴承 早了两百多年 郭守静的简仪 与魂仪相比既简变 又大大提高了观测的精度 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赤道仪 比丹麦天文学家 地骨制造的同类仪器 早了三百多年 高表是郭守静创制的 用来测量日影 推算回归年长度 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仪器 元代之前 人们是以八尺硅表 为测影工具 为了提高观测精度 郭守静对归表 进行了大胆改革 把表高增加到四丈 表的影长相应增加到五倍 测影的误差 就减少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后来郭守静又把四丈高表 改建成一种建筑式高表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河南登峰观星台 它是郭守静四海测验 途经登峰时亲自设计 主持建造的 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遗址之一 溃积长六尺 高四尺 宽两尺 是郭守静创制的 配合高表使用的测量仪器 主要用于测量月亮和星星的隐藏 从而实现了无影侧夜 从而实现了无影侧夜 正方案 形如一张正方形的案板 边长四尺 厚一寸 是郭守静创制的 用来测定方向的一种天文仪器 它比指南针还要精确 郭守静除创制了多种天文仪器仪表外 在机械制造方面 还研制了宝山漏 大明殿七宝灯漏 桂香漏 屏风香漏等多种济石仪器 大明殿七宝灯漏 是郭守静创制的 世界上第一台大型机械自明钟 因放置在元大都的大明殿 用于宫廷朝会而得名 它比西洋中早四百多年 郭守静利用自己创制的天文仪器 对浩瀚星空进行了全方位观测 发现了前人未命名的恒星一千余颗 使恒星树木由原来的一千四百六十四颗 增加到两千五百颗 并驻有星表两卷 这是当时世界上收入恒星树木最多的星表 公元一二七九年 元氏祖忽必烈下令 改太史局委太史院 任命王巡为太史令 郭守静任同之太史院室 郭守静亲自为太史院选择地址 并规划设计主持修建了太史院 院中央助力的主体建筑是四天台 四天台当时又称灵台 台高约十七米 分为三层 一层是办公用房和仪器储存室 中层放置图书资料 石漏等 上层放置简移 养移等天文观测仪器仪表 此外太史院内还建有负责印制立法的工作局 历代天文立算家的纪念堂等辅助设施 原太史院规模宏大组织严密 设备齐全 人才集中 成就突出 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天文台 据考证 太史院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在地 与明清时期建造的古观巷台遥遥相对 为了制定一部比较精良的立法 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长期天文观测 郭守靖选派十四名兼后官吩咐各地 在东至高丽 西级滇池 南于珠崖 北近铁乐的广大区域内 设立了二十七个观测站 开始了历史上称之为四海测验的大规模天文观测活动 郭守靖清帅一路人马从大都出发 先向北到上都 再折而难返 行程数千里到达南海 每到一地 一方面加强观测站的建设 另一方面进行实地观测 各观测站对当地政务日影长度 冬至夏至 春分秋分昼夜时刻 以及北极星出地高度 进行测量 郭守靖 王寻等人把各观测站提供的大量天文观测数据 加以整理计算 并参照历代四十余部立法 终于在1280年制定出一部新立法 忽必烈自明受实力 并任命郭守靖为太史令 公元1281年正月初一 兽实力正式向全国颁布实行 兽实力有许多独到之处 它采用的一些数据 由实际观测得出 其精密程度堪称当时的世界之罪 它规定 一回归年为365点2425日 与现行世界通行的格里利数值完全一致 但格里利比兽实力晚班刑301年 在兽实力中郭守靖创立了相当于球面三角公式的算法 虎史割圆法 用于计算天体的黄道坐标和赤道坐标的相互换算 它还创立了三次差内差法 用于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和位置 比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的内差法 一般公式早400年 同时郭守靖废除了历代编算历书中的分数计算 采用摆镜位置 使计算工作大为简化 受实力自1281年搬行全国 致命崇祯年间使用时间长达364年 是我国古代使用最长的一部历法 它还传播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 在许多天文学家当中 应该说郭守靖是最伟大的之一 在当时郭守靖那个时候 十三世纪的时候那是无与伦比的 他是一个能够做到非常非常精确观测的天文学家 当时的观测的精度今天还跟今天可比 这个是超越不知道多少年了 这个在当时没有人可以跟他抗衡的 我说如果要想比这三百年后 公元1295年 元氏祖忽必烈驾崩 元成宗铁木尔即位 他于1303年下诏 凡年满七十岁的官员都要去职归养 唯独不允七十三岁的郭守靖里任 因为他的成就和作用无人取代 公元1316年 为人类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郭守靖 悄然李氏 享年八十六岁 巨星陨灭 据清康熙邢台县志记载 郭守靖藏于邢台西北三十华里的郭村故里 他的生前那样辉煌 身后却这样肃静 肃静地让我们不忍相信 他带走了智慧的大脑 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光荣 给世界留下了用之不尽的科技遗产 为了缅怀郭守靖的丰功伟业 公元1962年 中国邮电部曾发行过两枚郭守靖纪念邮票 公元1970年 国际天文学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 命名为郭守靖山 1977年 又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 2012号小行星 命名为郭守靖星 公元1984年 他的故乡形台 为他塑造铜像和建造纪念馆 形台郭守靖纪念馆 已被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为了缅怀郭守靖的丰功伟业 自公元1981年至今 先后在北京 郑州 邢台等地 隆重举行了多次郭守靖纪念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守靖故乡 邢台人民 为有这样一位科学巨星郭守靖 而倍感自豪 在郭守靖科学精神激励下 热爱科学 学习科学 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 使古城邢台 焕发出勃勃生机 科学巨星郭守靖 属于中国 也属于世界 他的英明将与江河常在 与日月同归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